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小问题 就是专项附加扣除的计算时间 咱从什么时候扣到什么时候 这个扣除的起点以及这个终点咱们都要搞清楚 首先来看婴幼儿照护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 它是从婴幼儿出生的当月至年满三周岁的前一个月来进行扣除的 从小孩出生到他三周岁前一个月 都是按照婴幼儿照护来扣 那他满了三周岁呢 满了三周岁 那他就按子女教育这个项目来进行扣除了 对吧 当然又可以分成学前教育和学历教育这两个大阶段 学前教育就是子女年满三周岁当月至小学入学前一个月 也就是入了小学你就算什么 那就算学历教育了 是不是 所以从你小学入学 到你这个全日制学历教育结束的当月 这就是学历教育阶段 好 这是咱们说的子女教育这块 然后接着就是继续教育 也就是我们自己 纳税人自己去考证啊 或者是上一个什么 这个学历学位的继续教育的课程 这块它规则不太一样 说学历学位继续教育 为在中国境内接受学历学位继续教育入学的当月 至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结束的当月 好 也就是从你入学到你这个结束毕业 是吧 这个当月 那有同学说了 如果我上了五年才把这个什么在职的本科给上下来 怎么办 注意咱们有一个扣除的时长上限 是吧 同一学历学位继续教育扣除期限 最长不得超过48个月 如果你只是上了两年 那你就扣两年 这个每月400块 如果你上了五年 那抱歉你只能扣四年 最长不能超过48个月嘛 当然你换一个学历学位继续教育 又可以再扣了 又不一样了 接着就是考证的 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 是取得相关证书的当年 是取得证书的当年 看你证书上那个发证日期 是什么时候 那个当年可以扣3600 这是继续教育 接着大病医疗呢 大病医疗是医疗保障信息系统 记录的医药费用实际支出的当年 这个当年的实际支出 你算一个数 然后看自付部分 是不是医保范围内的 然后如果是医保范围内的 这个自付部分 那看是不是超了15000 超了15000的部分 看一看是不是超了8万 如果没超8万 那咱就据实去扣除这个8万以内的这个金额就行 然后如果你那个超标 超过15000的部分 已经超过8万了 那最多只能扣8万 是吧 这是实际支出的当年来扣 然后接着 住房贷款利息 这个是贷款合同约定开始还款的当月 至贷款全部归还 或者贷款合同终止的当月 扣除期限最长不超过240个月 你看啊 咱们可能会这个样子 比如我22年1月就去银行办了贷款 但是他呢 从3月份才开始还款 那我就从还款的当月 开始扣除这个住房贷款利息 也就是从22年的3月开始 我的这个还款呢 这个贷款合同写了 我是贷了30年 那能不能扣30年呀 注意不行 咱上线是吧 是不能超过240个月 也就是最多你扣240个月 就是20年的意思 好 那如果说我们只贷了10年呢 只贷了10年 注意哈 那就这个10年期里边 你来进行扣除好了 或者还有人啊 说我这个中间呢 在这个没到10年的时候 没到期的时候 我就突然间啊 单位发了一笔奖金 我有钱了 我就一下子把贷款给还上了 那注意 你提前还款了啊 那你已经还完贷款了 不用再交利息了 那这时候也就 不能再去扣这个 住房贷款利息的 专项附加扣除了 好吧 或者还有一种情形 就是我这个贷款啊 确实是贷了10年 但是呢 我到了这个10年呢 合同已经到期了 但是我还不上 我还欠着钱呢 是不是 那就不管你了 反正贷款合同已经终止了 那你就 以后再也不能扣了 好吧 就是合同终止的当月 到这个时候咱们就戒指了 这是最后一个月 你去扣除 下一个月就不能再扣了 好 这是咱们说到 住房贷款利息 从什么时候扣到什么时候 好 接着住房租金 住房租金呢 是租赁合同协议约定的 房屋租赁期开始的当月 至租赁期结束的当月 比如说 比如说我签了五年的这个住房租赁的合同 是吧 从这个22年的5月到27年的4月 我签了这么久的这个租赁合同 那每个月我要付租金 那就这个期间 从租赁开始至租赁期结束当月 咱们都是可以让你扣这个住房租金的支出的 但如果说你提前解约了呢 我实际住了两年 我就不再住了 是吧 我可能就买房子了 那这时候提前终止合同协议的 以实际租赁期限为准 总之你交房租的那个月 你是可以扣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的 那你不用交房租了 你已经解约了 那就不能再扣这个住房租金了 好吧 接着 赡养老人 咱说老人定义是什么呀 就是被赡养人年满60周岁嘛 只要 这个被赡养人 有一名年满60周岁 那当月 作为子女 你就可以去扣除这个赡养老人的支出了 然后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注意到赡养义务终止的年末 这儿可不是月末啊 是年末 那举个例子 说这个张某啊 他赡养他的父母 那父母呢 可能年龄相差 有几岁 父亲先到60周岁了 那这时候只要有一方 见到了60周岁 是吧 那张某就可以去扣这个赡养老人的支出了 假设张某是独生子女 那他就独享这个2000的额度啊 每个月去扣这2000好了 好 那后来呢 可能父亲过世了 父亲过世了 但是母亲还在 是吧 母亲还在 那这时候只要母亲是年满60周岁了 那么张某还可以继续去扣 赡养老人的支出 那后来呢 母亲也过世了 假设是在22年8月份过世了 那请问这个时候啊 这个22年的这个八九十十一十二 这几个月 张某还能不能再扣 赡养老人的这个专项福家扣除啊 可以的 可以的啊 因为被赡养人是什么时候过世的 是这个22年8月 但是我们不是说 赡养义务终止月末就停止这个扣除的 而是到赡养义务终止的年末 也就是他这个被赡养人啊 过世是22年8月 他可以一直扣到22年12月 但是23年开始 他就不能再扣除这项 专项福家扣除了 好吧 这点咱们要特别关注 而别的呢 基本上说的都是什么 当月当月当月是吧 医疗费当然是当年咯 好 这些小的细节 咱们要看一看 然后接着 这儿还有一个提示 说上述规定的学历教育和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期间 包括因病或者其他非主观原因休学 但是学籍继续保留的休学期间 以及啊 因为教育机构 他们的这个 规定组织实施的这个寒暑假等等 这些假期 那这个咱们也是照常去进行相应扣除的 比如说子女啊 他们上学的时候 也有这个寒暑假是吧 包括咱们自己上一个什么在职的什么本科呀之类的 也可能会有这个放假期间 那这放假期间 正常的这个假期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该扣还是照样扣这个专项附加的啊 不影响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 就是专项附加扣除的留存被查资料 啊 这呢 咱们简单的要了解一下 比如说三岁以下应幼儿照护这块 要有子女的出生医学证明等资料 啊 这个生小孩的时候都会有的啊 医院会给开的 另外子女教育的啊 子女教育这特别说了 说子女在境外接受教育 应当留存境外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留学签证等相关教育的证明资料被查 但如果子女在境内接受这些教育 实际上我们都有相应的这些个文件资料啊 在这个系统上 官方的这个系统里其实都能查到 这个就不特别要求了啊 但是境外接受教育 这个是要留存一些资料的 接着就是我们纳税人自己的继续教育 他这说纳税人接受技能人员 职业资格继续教育 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继续教育的 应该留存相关证书等资料被查 这证书咱肯定舍不得扔啊 是不是 好不容易考下来的啊 这个肯定是收好的 好 再有就是大病医疗 好 这个留存的是医药服务收费 以及医保报销相关的票据援件 或复印件等资料 而住房贷款利息呢 就是住房贷款合同 贷款还款支出凭证 另外住房租金 那当然有住房租赁合同协议等等了 善养老人 这个就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资料了 咱们户籍管理里边肯定都有这些个信息 这个不用特别提供 这是我们说到专项附加扣除的留存被查的资料 了解一下 那关于专项附加扣除的这些个内容 咱就介绍完了 接下来看看相关题目吧 看大家听完以后 是不是真的掌握记住了 好 先来看一个单选题 说下列 关于个人所得税 专项附加扣除规则的说法中 符合税法规定的是哪个 说大病医疗支出可以在预扣预角或会算清角阶段扣除 错了 大病医疗在预扣预角阶段是扣不了的 它是在会算清角阶段才能扣除 所以这个是有限制的 但是别的专项附加扣除 预扣预角会算清角都可以去扣 接着 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支出不能同时扣除 没错 你说我这个月我既扣个住房贷款利息 又扣个住房租金 这是不行的 并且在同一个纳税年度里边 你和你的配偶 它只能是最多二选一 不能同时扣除这两项 然后接着C 说住房租金支出 可以选择由夫妻双方中任何一方扣除 确实有一些扣除是可以双方选择去扣的 比如说子女教育 应有儿照护 是吧 还有什么住房的贷款的利息 他们确实有一定的这种选择的权利 但是住房租金的支出 咱们强调了 是由签合同的那个承租方来进行扣除 它不是说你可以自由选择的 所以一开始你就要想好谁扣 那谁签合同去对吧 这个是错的 另外D 说境内外住房贷款利息均可以扣除 不行 咱强调的是境内的手套住房贷款利息 它才是可以扣的 所以有限制 境外的是不行的 所以这符合规定的 那只有B选项了 再来看一个二二年考过的多选题 说下列关于个人所得税 纳税人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计算时间的表述中 符合税法规定的有什么 A说住房贷款利息扣除期限最长是240个月 也就是说实际你的贷款可能是什么10年 什么15年 什么20年30年不同的期限 但是我们这扣除的时候给规定了上限 是最长240个月 也就是不超过这个20年 是吧 那实际你只待了10年 那就实际的那个支付利息的那个期限里去扣除好了 上限要记住 这个是对的 再看B 说同一学历继续教育的扣除期限最长为48个月 我们认为同一个学历 比如你上什么大学 专科呀本科呀 那四年怎么也该毕业了吧 确实有这个上限的规定 再有 赡养老人 为被赡养人年满60周岁的当月 至赡养义务终止的月末 这个对吗 不是的 是赡养义务终止的年末 是吧 咱不是说当月啊 就是最后一个月让你扣了 不是的 是一直可以扣到这个赡养义务终止的年末 然后D 说提前终止租房合同的 住房租金 仍按原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扣除 当然不是咯 你只有付租金的期间 咱们才会让你去扣除的 如果你已经提前终止了这个租房合同 那么你不再付租金了 当然就不能扣这个 咱们的住房的这个租金的支出了 所以这表述符合规定的 那就是A和B这两个 好 再来看 19年也考过类似的题目 一个单选 说关于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实现的表述中符合税法规定的是哪个 说同一学历以及续教育 扣除实现最长不超过48个月 没问题 住房贷款利息 扣除实现最长不超过180个月 错了 应该是20年也就是240个月啊 然后子女教育扣除时间为子女满三周岁的当月至全日制学历教育结束的次月 那三周岁当月一直到你那个教育结束的当月啊 它不是次月是吧 扣到那个结束的当月 也就是你结束了次月就不能再扣了 然后D说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扣除时间为取得相关证书的次年 不是次年 是当年 当年能扣3600 这个小细节关注一下正确的只有A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个计算性的单选题目 说李某为我国的居民纳税人 每月取得公司发放的工资是32500元 个人负担的三险一金是2500元 22年期间作为独生子女 赡养其分别58岁和68岁的父母 并且供养其在美国读中学的一对双胞胎女儿 问公司22年全年为其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的税额应该是多少 好 那我们先来考虑一下预扣预缴个税的时候 那个算法是什么样的 公司给他发工资的时候 预扣预缴个税用的是按月累计预扣法 对吧 好 那这个应纳税所得额是这样算出来的 拿他的工资收入先要去减掉费用 每个月是5000 然后去减掉专项扣除 就是个人负担的三险一金 然后再去减掉专项附加扣除 如果有其他扣除也去减掉 好 这就是我们的应纳税所得额 然后再用这个综合所得的那个税率表 来作为预扣率的表格 去给他这个预扣预缴个税 那一月份算的时候咱们用的就是一月份的数据 到二月份算的时候呢 咱们是把一二两个月的数据给他累计起来进行计算 所以这个题目问的是 二年全年为他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多少 那咱就把全年的数据都给他这个汇总起来 是吧 好 那这给的信息就是他每月的收入和每月的这个支出 是没有任何差异的 每月都一样 所以咱们分别来看一看吧 咱先把一个月的情况算出来 再乘上十二不就是十二个月的所得吗 好 那先来看他一个月的情况 每月公司发放的工资是三万两千五百 这是他的收入 好 然后费用呢 注意每个月是可以减五千的费用的 然后专项扣除 就是个人负担的三险一金 是两千五 然后专项附加扣除呢 咱得分析 首先他是独生子女 赡养其分别为五十八岁和六十八岁的父母 那这个算不算赡养老人呢 咱说被赡养人只要年满六十周岁了 就算是老人了 那么这个李某作为独生子女 赡养父母两个人 能不能扣两份这个相应的支出啊 不行 赡养多名被赡养人 也只能扣一份支出 他是独生子女 可以独享两千块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 所以赡养父母 赡养老人这块是扣两千块 然后接着 他还供养其在美国读中学的一对双胞胎女儿 中学这肯定属于我们说的这个学历教育那个期间 是吧 那他没有问题 这个期间是可以扣那个子女教育支出的 那在国外读书可不可以啊 可以的 没问题 另外他是一对双胞胎女儿 也就是两个小孩了 能不能扣两份啊 可以的 因为多个子女咱是可以扣多份的 好 那这一个子女 这个教育他的费用是一个月一千 那两个就是一个月扣两千了 所以我们这总共扣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 是四千块 他没有别的信息 那我们就把搜集到的这些信息给他利用上就好了 好 这呢 不要出现这个专项附加扣除判定上的错误 双胞胎女儿肯定是扣两份 然后呢 这个赡养两名这个被赡养人 注意啊 他也只能扣一份 而且呢 我们说了 这个两名被赡养人 他只要有一名是年满六十多岁 你就可以去扣这个赡养老人的支出了 并且你是独生子女 是独享这个两千的 那如果你还有其他兄弟姐妹 跟你共同来赡养这个父母 那么你就要分享这个两千了 这是小细节 那这样我们就把一个月的这个应纳税所得额给算出来了 是吧 好 那接着 给他们算出来数字之后再乘上十二 是不是就是咱们全年的那个预扣预角的应纳税所得额了 就是累计去算 那你收入十二份 所有的扣除也都是十二份 就是这个结论 对吧 好 那有了全年的这个预扣预角的应纳税所得额 我们再去找那个综合所得税率表 考试一定会给你的啊 我这呢就没有特别的去说了 你找那个税率表去查找税率 这叫预扣率 其实就是税率 好 然后再减去速算扣除数 来进行计算 这就是公司全年为他预扣预角的个人所得税 应该是用20%的税率 然后速算扣除数是16920 好 自己动手算一算好了 在这呢 这个题目虽然小 但是他的基本思路啊 就是我们大体的思路 给你一些个一个情形 让你去判定 他有几个专项附加扣除 到底扣多少钱 然后你把预扣预角阶段的这个税给算出来 那如果说他还有一些别的这种所得项目 比如说有劳务报酬啊 搞酬啊 特许权使用费啊 你还要把他们的预扣预角也算出来 最后呢 题目还可能会要求你算会算清角的那个税 就是我们之前举到的那些例子 大家都要好好的去回顾一下 好吧 都是超级重点 好 那这样我们关于这个综合所得的预扣预角 会算清角的事 就算是说完了 咱们再次的做一个总结 好吧 希望大家把这事记清楚 千万不要搞混 我们说这个综合所得 他在计税的时候 先要找一个收入额 然后用收入额 再整体去减掉6万块 什么 这个专项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 之后再用综合所得税率表去算税去 是吧 好 那综合所得里的收入额非常的关键 它呢是公司收入的百分之百 劳务报酬和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的百分之八十 然后搞酬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六 寄到收入额里 注意啊 劳务报酬特许权使用费和搞酬 实际上都是扣掉百分之二十的费用后寄到收入额的 并且搞酬额外享受打七折的优惠 所以相当于是收入先要乘上百分之八十 再乘上百分之七十 才能作为收入额 也就是收入乘百分之五十六 寄到收入额里就行了 好 收入额有了 我们说了 一块去减六万 减去专项扣除 减去专项附加扣除 再减去其他扣除 这样你用综合所得税率表去算税就行了 好 然后接着预扣预缴阶阶段是不是跟它不太一样啊 预扣预缴阶阶段 咱们公司金金是按月来用累计预扣法进行一个扣税的 而其他的劳务报酬特许权使用费搞酬 那主要是按次是吧 按次来进行这个预扣预缴的操作的 并且他们用的这个预扣率也不太一样 公司金金这用的是综合所得的税率 用它来做预扣率 但是劳务报酬呢用的是三级的累计的税率方式 20% 30% 40% 这个表我们说了要记住 特许权使用费和搞酬用的是20%的预扣率 并且他们预扣预缴这个所得税的时候啊 他们的这个应纳税所得额 计算的方法上也有一些不同 你像工资薪金啊 工资薪金这个是尽可能向咱们综合所得税税靠拢的 它是拿收入减去费用减去专项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和其他扣除 这样来算这个预扣预小的应纳税所得额的 并且他用的是累计预扣法 按月去累计 那实际上如果这个人从头到尾都在这个单位上班啊 并且呢各种的扣除啊也都是这些 那么他没有别的这个所得的情况下 这个单位给他扣缴的工资薪金的这块的个税 跟他综合所得算不来的个税就一模一样 咱不就省了去汇算清缴去不退税了吗 是吧 所以这是他的操作 但是劳务报酬特取权使用费和搞酬 他们不一样 他们在这个确认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我们是定额扣除800的费用 或者是定率扣除20%的费用的 是有这两种情形的 关键取决于收入的大小 如果收入是这个4000以内的 小于等于4000的是定额减800 如果收入是大于4000的 那就是定率扣除20%的费用好了 所以这有扣800的可能 但是在放到综合所得收入额里的时候 没有扣800的可能 都是扣20%的费用 对吧 这点要注意区分 并且搞酬永远打七折 不管是预扣预角阶段 还是综合所得那个阶段 它都是要打七折的 不管是居民还是非居民 都是能享受到这个优待的 这是他们的这种比较 咱们现在等你把这个所有内容都学完了之后 再来看这个总结归纳 是不是觉得比你第一遍学的时候 就要清晰很多了 确实学习有一个循序现金的过程 所以遇到困难呀 咱不要被困难吓倒 好吧 也不要觉得我头都大了 完全不想学了 就很烦了 不要那样 再坚持一下 没准坚持 再听上那么一遍 再做上一遍题 再梳理一遍讲义 咱就豁然开朗了 是吧 有时候就差那么一点点 所以不要气馁 不要回心 坚持下来 好 然后接着 我们还说了一些个特殊情况 就是预扣预缴的时候 费用减除 是有一些特别规则的 你像工资金金和劳务报酬 它都有特别规定 对吧 你看咱工资金金里边 要减多少个这个5000呀 你看预扣预缴的时候 我们不是减费用吗 是吧 用累计预扣罚 那这个5000到底减几份 它其实有三种算法 一般来说 我们是用5000乘上 当年截至本月 在本单位的任职受雇月份数 来进行计算的 比如这个人 他从今年的1月 一直到12月 都在咱们单位上班 那他1月份扣税的时候 就扣一个5000 2月份的时候 就扣两个5000 好了 累计着嘛 是吧 那一直到最后 12月份 那肯定就扣这个12个5000 也就是6万咯 好 那如果说 他是从别的单位 跳槽过来的呢 假设他3月份才跳槽过来 那3月份 我们作为 在本单位的第一个月 给他扣税 那3月份 给他扣税的时候 就扣一个5000 4月份的时候 就扣两个5000 所以我们看的是 当年截至本月 在本单位的 任职收股月份数 他之前在别的单位 咱不管 对吧 从他到了咱们单位开始 咱们开始 给他扣一个5000 然后往后累计 去扣两个5000 三个5000去 好 但是如果这个人 是当年首次取得工资薪金 那他原来没有 在别的单位赚过钱 是吧 今年前几个月 他没在别的单位赚过钱 他就是3月份 首次在咱们单位上班了 好 那咱们在3月份 给他扣这费用的时候 就可以一下扣三个5000 所以用的是当年 截至本月的月份数 也就是从1月到3月 扣三分 好了 这是当年首次取得 工资薪金的情况 然后还有一些呢 就是低收入的 上年都在咱们这个单位工作 是吧 单位给他预扣预缴了 个税 然后他的收入呢 没有超过6万 是吧 那并且他今年 还是在咱们单位工作 那预计呢 他收入还是挺低 那就干脆 我们从1月份计算的时候 就直接按照 全年的6万的费用 来计算扣除就行了 也就是说呀 他的收入 如果累计都没有超过6万 那他就根本不用去 交这个什么 愈后愈缴的隔税 对吧 等他抄了 抄了才有可能去交税 一开始咱就给他 按6万来扣了 好 这是关于工资薪金这块 到底扣几个5000的 这个情形 咱们之前都举过例子 现在咱们说到这儿的时候 你有没有立马回忆起来呢 如果完全已经不记得了 那就赶紧回去再看看 接着我们又说了 劳务报酬里的一些个情况 劳务报酬里呢 一般咱们是按次来进行 预扣预缴的 那按次来进行预扣预缴的时候 扣多少费用 如果你的收入在4000以内 就定额扣800的费用 好了 如果你的收入超了4000 那就定率扣除20%的费用 好了 这是一般情况 咱老务报酬是这么来进行一个费用减除的 并且他用 那个预扣率是什么呀 预扣率是20% 30% 40% 那个三级的累进的预扣率的方式 是吧 用的是这个税率 好 但是接着还有特殊情况 说如果是学生实习的 比如是这个大学生 来咱们单位实习了 那咱们呢 不能用那个常规的按次来进行 这个扣税的方法了 而是用那个累计预扣法 就跟咱工资薪金那个方式差不多了 好吧 累计预扣法 是要扣5000的费用的 每月扣5000的费用的 也就是赚的少的 根本咱就不用给他扣税 然后还有就是低收入的 他们呢 是那个连续性的劳务报酬 连续性的劳务报酬 在扣税的时候 咱们其实用的也是跟工资薪金 一样的那个累计预扣法 那它是从1月份起 就可以直接按照全年6万元 进行计算扣除 跟我们刚才说的 工资薪金里的一个低收入 实际上是一回事 好吧 就是连续性的劳务报酬 你就记住 它跟那个工资薪金算法 是几乎一样的 是差不多的 这就是预扣预缴的时候 那个费用减除的规定 有一般的 有特殊的 当然咱们考试 绝大多数还是考你一般情况 所以你把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里的 一般情况都要重点去把握 但是其他的情形 你也要有所了解 好吧 接着我们又说了 这个专项附加扣除的内容 咱们也稍做一下回顾 专项附加扣除里 一共有7项 咱们说了都有什么呀 老幼学房病 是吧 这几类 其中呢 这个老指的是 赡养老人的这个开支 它是2000元的额度 2000元每月 当然独生子女 你去独享这个2000块 如果是多子女的 你们共同来赡养老人 那是有指定分摊 约定分摊 还有君摊 这三种不同方式的 那指定君摊 是最优先的 好吧 然后指定这个分摊 和约定分摊 都要有书面的这个结议 避免扯皮 好 那接着就是老人的定义 就是被赡养人年满60周岁 就可以 并且呢 咱们这儿的这个扣除期间是 被赡养人年满60周岁 指赡养义务终止的年末 一定注意不是月末 是年末 另外咱们如果是 这个兄弟姐妹之间分摊 这个2000元的额度 那注意分摊到每个人头上 最多是不能超过1000元每月的 好 咱们指的是三岁以下的婴幼儿照护 这个是每个婴幼儿 它是1000元一个月的额度 从出生当月至三周岁的前一个月 都是允许扣除的 好 然后接着就是学 那个学呢 有子女教育和咱们纳食人自己的继续教育 好 子女教育 这儿是每个子女1000元一个月 它是从年满三周岁 最常可以到博士阶段来进行扣除的 三周岁以前是按照三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的那个去扣除 那博士以后呢 就是博士后 那个就不能给他扣除子女教育了 他就自己去扣除就好了 好 这是咱们说的这个子女教育 然后接着继续教育 就是纳税人来继续教育 咱们如果是学历学位的继续教育 是每个月可以扣400元的定额的 然后最常同一个学历学位继续教育 扣48个月 好 另外就是那个考证的 考证的咱们是取证当年 可以扣3600元 好 这是学 然后接着就是房 房的话 首先住房贷款利息 它是每个月扣1000块 但是最常扣240个月 好 这个要关注一下 再有就是住房租金 好 这个有三个档次 有1500一个月的 适用于你的主要工作地市 省会 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等这些个地区的 好 那其他的呢 有1100一个月 还有800一个月的 关键看那个市辖区的人口是多少 超100万的 那你就是扣1100一个月 市辖区人口不超100万的 你就扣800一个月好了 好 并且我们特别强调了 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 这个对纳水人和他的配偶来说 在一个年度里 你最多只能扣一项 不能同时去扣除这两个项目 好吧 好 这是房这块 然后就是病 病就是大病医疗 这个大病医疗指的是 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自负部分 它是超过15000的部分 允许去扣除 但是上限是8万元 也就是最多扣8万 是吧 太超了 那咱们就不能扣那个超过的部分了 好 配偶的大病医疗也可以在纳水人这来扣 还有未成年子女的 也可以在他父母这来扣 并且啊 自己未成年子女还有配偶 是各自享有最多8万元的限额的 他们的这个限额不冲突啊 不互相占用 好吧 是这个样子 好 这就是咱们说到的专项 附加扣除 老幼学房养 然后这个学和房 各有两个 一共是七项 咱们要根据题目他所设置的那些个条件 来判定他到底能扣几项 然后扣多少钱 从什么时候开始扣 到什么时候结束 好吧 这个细节很多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居民的综合所得的问题 不管是预扣预缴 还是会算清缴 它的这个细节咱们都介绍完了 这个作为考试的绝对重头戏 大家需要多花点时间去复习 一定要把我们举的每一个例题 你都记得清清楚楚 好吧 要把里边的这个计税的原理都搞清 好 那综合所得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 就先看着你 咱们的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